听到30岁的向左有颗70岁的声 郭碧婷吓得脸都绿了 在某档综艺节目中 不拿网友当外人的向左 带着郭碧婷去做婚前检查 还在去医院的路上 暗戳戳地对妻子开始催生 直言自己和父亲都是属属的 若是能在属年生在一个孩子 那将会是三属同堂 要知道那时的两人连婚都还没有定 这么急不可耐的催生孩子 实在有些反常 而这一要求还预示着 郭碧婷必须在七个月内怀上宝宝 这不是赤裸裸地向他施压吗 所以你在给我压力吗 我那边的家人都很渴望 我自己也很渴望 好在郭碧婷没有被向左影响 坚持自己的态度 先把身体调养好 然后再考虑要孩子的事情 话已经说得如此明白了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都知道应该转移话题 可脑回路轻奇地向左 却质疑起了郭碧婷的身体状态 担心他随后的婚检会不合格 你觉得你会及格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挺及格的吧 因为从我有意识以来 我就是很在乎身体 而且你知道我从16岁 我就已经不合病了吗 看到郭碧婷如此自信 向左却有些莫名的心虚 开始给郭碧婷打预防针 说他们习武之人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特别是肝肾都会稍微有些伤病 因为很多很多练武的人 肝肾都没有特别好 真是笑不活了 绕了一大圈原来是在这等的呢 其实向左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太好 可身为嘴强王者的他 却又不能明说自己不行 就希望郭碧婷能帮自己打打掩护 不要被检查结果吓到 果不其然 一到医院向左就大方坦白 自己的肾功能已经到了70岁 连检查三次三次都是 红的比黑的字要多 肾能到70岁的功能 接着向左偷偷描向郭碧婷 想看一看他的反应 只见郭碧婷一脸担忧 不敢相信向左才30岁 怎么肾就70岁了 这也难怪向家会 极不可耐地进行催生 原来是向左再不传宗接代 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为此向左还专门去看了中医 可没想到中医紧耗了一下脉 就将他的老底都给看穿了 生怕被医生说不行的向左 连忙解释都是因为工作太忙导致的 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为了练武不惜用肾来换的向左 却在和歌手比武时 被虐得毫无招架之力 2021年 作为李连杰唯一徒弟的向左 被要求与歌手肖顺瑶进行一场拳击比赛 常年习武带来的底气 加上对方从来没接触过拳击 只是临时训练了一个多月 这让向左根本没把肖顺瑶放在眼里 可让向左打死都想不到的是 肖顺瑶是在扮猪吃老虎 一套勾拳就直接将向左打的怀疑人生 不知道李连杰在看到这场比赛后 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 而这并不是向左第一次为网友贡献消量 在电影门前宝地的首映里上 郭碧婷正在认真的讲话 一旁的向左突然站起来 瞪大双眼不知在寻找什么 仔细观察才发现 原来他想学郭碧婷把腿放下来 可不曾想腿太短 下来的时候腿没着地 直接尴尬住了 都知道人在尴尬的时候 就会装作很忙的样子 所以才会有了一系列的假动作 不得不说发明向左的真实的人才